在分析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呢 恩格斯提出了 就是说这个认述了自然科学工业 对于唯物主义形式的变化 对唯物形式的变化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他特别强调了工业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 对于哲学变革的作用 在其中呢 他特别的重视自然科学对唯物主义的作用 他说像维新主义一样 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 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 每一个化时代的发现 唯物主义也必然改变自己的形式 而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 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启出来 那么这个马克思在这儿讲的这一段话 它其实有几个意思 那么一个呢 讲了这个自然科学 就是唯物主义需要这个自然科学 需要自然科学为基础 那么讲了唯物主义 它本身是有形态上的变化的 是有形态的变化 那么这个形态上的变化 它是随着什么呢 它说历史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 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他恩格斯啊 他实际上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 新的起点 也是他和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一个标志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儿他讲的这个自然科学对于唯物主义的意义 尤其是讲的自然科学对于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 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需要自然科学 为什么需要自然科学 他在什么意义上和自然科学是相联系的 在什么意义上是和自然科学相联系的 就是说他是这个历史唯物主义 是仅仅因为自然科学 我们可以画一个关系 就是说这个自然科学 是通过 是仅仅通过这个自然变 就是说自然的唯物主义 自然科学决定了自然唯物主义 然后再到历史唯物主义呢 还是说自然科学通过给予人们 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 就是说怎么看待自然科学 对唯物主义形态 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态的意义 实际上是在这个整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 人们具有两种解释 一种呢就是什么 认为自然科学决定了这个自然唯物主义 因为它解释了唯物主义的一些自然现象 然后呢把这个自然唯物主义 还进一步推广到历史唯物主义 推广到历史领域 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强调 就是说辩证思维方式 自然科学就是说 产生了辩证的思维方式 然后通过这个思维方法 进到历史唯物主义 这两种解释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就强调自然科学 在什么意义上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 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这一个问题啊 实际上呢 恩克斯的解答 恩克斯解答 他就说什么 这个自然科学啊 就是因为了 它产生了一种辩证方法 产生了一种辩证方法 从自然科学里面 发展出变不同的思维方式 从而决定了唯物主义形态的变化 就是说它是以这个自然科学啊 和辩证的思维方法相联系 而不是和直接的唯物主义理论相联系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恩克斯讲的这一个 他有一个 就是说自然科学 它是通过人们的思维的一种改造 就是说哲学 对这个思维方式的一种改造 然后形成不同的唯物主义 那也就是说 在自然科学 对自然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啊 它是一个环节 它是一个环节 由于这个 由于它 由于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变化 所以才会产生出 不同的唯物主义形态 不同的唯物主义形态 如果直接从理论上进行解释 那么呢 这个唯物主义啊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法解释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 对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解释 比方说在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那儿 它就强调呢 就说这个马克思只有历史唯物主义 而没有这个自然唯物主义 那么它是什么呢 从辩证方法讲起 如果从辩证方法讲起 马克思有了新的这样一个辩证思维方法 所以它产生历史唯物主义 而不是从自然唯物主义过渡而来的 那么强调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实证科学呢 它是强调呢 这个有一个先有一个自然的唯物主义 先对自然的解释 然后进到历史唯物主义 所以这就形成了 对马克思哲学的一个不同的判断 不同的判断 所以我们看一看 恩格斯是怎么讲这个问题的 就是讲它自然科学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有什么意义 那么这是实际上呢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就是说自然科学 怎么和历史唯物主义相联系的 它是通过了这个辩证思维方式 那么反过来从另外一层意识上讲 从另外一层意识上讲 就是说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 需要这种自然科学 给它提供的辩证思维形式 为什么需要这个自然科学 给它提供的辩证形式 我们在你们记不记得 我们在前面一开始讲 恩格斯的早期思想的时候 第一个观点 它早期哲学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 强调理性的辩证法 强调理性的辩证法 一种辩证理性 特别强调尔格尔的辩证理性 这个辩证的辩证法 第一种理性的辩证法 强调理性哲学 理性哲学从哪来的呢 它的真正的思维 是从科学思维来的 如果是神话思维 它是不具有理性的 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思维 也是不具有理性的 它都是一种以情感 以信仰为基础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 我们反过来我们来看 恩格斯为什么一直沿着 自然科学的这样 为什么要研究自然科学 沿着自然科学的 这样一个道路上 来探索唯物主义 探讨他们思想的 这样一个形成 那么这一个和他早期的 对哲学的这样一个关注 它是一致的 就是强调什么 哲学 就是他和马兹所创立的 这样一个哲学 是以这个理性的辩证法为支撑的 它本质上 也是一种理性的辩证法 那么这样一个理性的思维形式 或者说 它的最高形式是什么呢 它应该是 由自然科学来支撑的 现在自然科学在支撑的 也就是说 它的思维基础 不是神话 不是宗教 不是艺术 而是自然科学 而是自然科学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特点 正是这个自然科学和工业的结合 就形成了他们实践的 或者说理性的这样一个辩证法的 这样一个根本和基础 这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这样一个观点 所以正是从这样一个 以这个辩证的思维形式的形成 来说明的这个自然科学 对于唯物主义 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 所以恩格斯呢 在这个地方啊 就分析了近代自然科学 近代自然科学啊 对于这个近代唯物主义的 这样一个影响 以及它造成的这个缺陷 就是恩格斯认为了 近代自然科学 它本质上是一种 这个以基界力学为基础的 一种片面的 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一种基界的 形而上学的方法 形而上学的方法 那么既然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所以它代给唯物主义的 所以我们看啊 它通过思维方法来说明的 首先它说近代科学啊 它给 因为它是一种基界的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所以它就给近代唯物主义 带来了三个缺陷 三个缺陷 第一个呢 就是基界唯物主义 第一个是基界唯物主义 所谓基界唯物主义呢 就是以基界力学的观点 以基界力学的观点 解释自然界和人类 历史领域的一切现象 把世界的统一 归于力学 归于力学 所以这个恩格斯开口 他说为什么这个 上一个世纪的唯物主义 主要是基界唯物主义呢 因为那个时代 所有自然科学中 只有力学 只有力学 而且只有固体 也就是天上的和地下的 这样一个力学 简言之 极重力的力学 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 化学刚刚处于 右次的南数说的形态中 生物学赏在强宝中 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 只有执着过粗浅的研究 并且用纯粹基界的原因来解释 正如在笛卡尔看来 动物是机器一样 在48世纪的维物主义看来 人是机器 仅仅运用理学的尺度 来衡量化学的性质 和有机性质的过程 他说这是法国古典维物主义的 一个特有的 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那么这个地方呢 恩格斯实际上就强调 就是说这个 整个的就描述了 当时的这样一个 次郎科学的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说他只有力学 而且力学啊 是解释一切现象的基本方法 力学的方法 是解释一切力学现象的方法 所以他说 这个对化学的解释 对动植物学的解释 以及对人的解释 都是按照力学方法来解释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维物主义呢 就带有机械性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呢 就说恩格斯强调了 就说他是一种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也就是说 他是反辩证法的 哲学思维方式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呢 就是说他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 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 所以恩格斯又把这样一种观点称之为 非历史的观点 非历史的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在自然界的就表现为啊 否定了这个自然界在时间上的这样一个发展 就是说他可以承认这个自然界的多样性 但是他却否认他在时间上的发展 那么在历史里面呢 他却否认了这个历史联系的这样一个合理性 所以这个尤其啊 看不到这个中世纪对于人类文明和技术进步的意义 所以这个既然他看不到历史联系的合理性 就是说不能看到近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 近代历史和中世纪历史之间的一个内在联系 就是历史在他那儿是一个中断的 是一个中断的 那么这样呢他就必然得出第三个结论 也就是他的第三个缺陷 就是历史维新主义 历史维新主义 就是说用 因为这个为什么强调这个和这个中世纪啊 对于人类文明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啊 如果把这个现代 就是说这个文艺复兴以来的这个社会发展 和中世纪做一个比较的话 中世纪的这个哲学啊 他刚好 包括这个中世纪整个世纪啊 他刚好是对人类精神的一种研究 宗教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 一种文化现象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对这个中世纪的这样一个基督教 就是他的这个宗教的研究 实际上是对人的这样一个精神现象的一个 非常深刻的一个自我反思 非常深刻的自我反思 那么这样一种现象呢 他对这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呢 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起了相当大作用 他不是用物质的东西的这个解释啊 能够替代的 那就说明什么呢 精神的东西啊 有他自身的规律 有他自身的规律 不是用物质的规律所能解答的 所以他怎么从一个精神的东西 然后到如果哲学不能说明宗教 不能说明宗教不能对这个宗教的现象进行批判 或者对他的本质作出说明来 那么哲学啊就不能够发现 就是不能说明什么是真正的人的历史 人和人的历史和人的历史 所以呢这样呢 他就必然了导致历史唯新主义 导致了历史唯新主义 也就是说对整个人类的这个思想史和他发展的自身的历史 都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辨证的历史的一种解释 所以恩格斯就在这个强调历史唯新主义的时候啊 他就特别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能力学 他认为了费尔巴哈尼图批判宗教 但是由于他把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作为批判的基础 就是我们讲的啊 你是把自然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还是说我不是以自然唯物主义为基础 而是以辩证的思维来解释 辩证思维来解释 所以恩格斯在批判这个费尔巴哈的时候啊 他就认为了 这个费尔巴哈是把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作为批判的基础 所以把人看作是纯粹自然的抽象的人而存在 就是在他那讲的人不是一个社会的人 不是一个具有精神性的这样一个人 而是一个非精神的非历史的一种人 是一种人的自然的肉体的这样一个存在 所以这样一个存在呢 它是不能说明这个精神的东西的 就是你这个力学的东西 这个化学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 你生物学的东西都可以解释能的部分现象 因为什么呢 人它作为一个肉体的存在 它具有生物的特性 生物性的特性 比方说人需要自然的这样 需要饮食 需要这样一些叫做自然机体的一个繁衍 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存在 那么它有很多生物性的这样一个特征 生物性的特征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能有生物所达不到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精神 它的理性的这样一个力量 这个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来说明的 它只能用什么呢 用人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性特点来说明 包括对宗教的说明 都不能从人的自然的肉体的存在来说明 而必须要从这个社会的人 社会的现象当中找到这样一种说明 所以恩格斯认为贝尔巴哈就是因为把自然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作为起点 所以他不能理解宗教 不能理解宗教 虽然他批判了宗教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理解人的宗教 到底是从哪来的 找不到一种现实的人 所以他的宗教观和能力观 都是一种虚幻的 是虚幻的 所以恩格斯认为 他说对于贝尔巴哈来说 无论是在宗教哲学当中 还是在能力学当中 他都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而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所以恩格斯就把这个贝尔巴哈 称之为半截指的唯物主义 说他的下半截是唯物主义 上半截是唯心主义 这个下半截是唯物主义 指的他是一个自然的唯物主义 自然现象是下半截的 然后上半截就是作为人的精神的 这样一个方面 历史的方面 他是一个唯心主义 那么恩格斯认为 他说他和马兹所创立的 这样一个新唯物主义 既然他们是历史唯物主义 他们创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 而不是自然唯物主义 那么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 的思维形式是什么样的 他们所创立的这个 自然新唯物主义的 这个思维形式是什么样的 那么他就做了三点开阔 他说首先呢 他们继承了 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式 辩证思维方式 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辩证法的思维 辩证法的思维 也就是说什么 把世界看作是过程的集合体 看作是过程的集合体 强调人的思想概念 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当中 所以这一个就是强调辩证思维的第一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辩证的思维方法 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法 也就是辩证法 也就是辩证法 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它是以现代的细胞能量 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的发现为基础的 那么我们讲的现在自然科学基础 什么 恩格尔在这儿说了 主要强调一个是细胞学说 一个是能量转化定理 第三个是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 那么这三个学说啊 实际上他们讲的是什么 自然界的相互联系和发展的这样一个观点 也就是说 也就是关于自然界的辩证法的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这个不仅仅是讲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而且包括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 讲了什么 人类的一个进化过程 是吧 他讲的是一个整个动植无道能的 这样一个进化发展 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个关于过程的这样一个观点 有机体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观点 是吧 这都是达尔文的学说提供的 所以呢 这个有机整体观 有机整体观呢 在这个时候啊 是一个这个普遍的思维形式 普遍的思维形式 那么这三个自然科学的这三大发现 可以说提供了现代这个辩证思维的一个理性基础 一个自然科学的基础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是第二个思维方式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以辩证法研究能的工业和商业的活动 如果说这是辩证思维的这样一个哲学基础 它是来自于黑格尔 就是它的这个哲学资源 它是来自于黑格尔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那么它的这个辩证思维的第二个资源 第二个资源呢 也第二个特点 也是第二个资源呢 就是来源于现代的自然科学 现代自然科学 也就是说从这个现代自然科学当中的有机整体观 有机整体观里面吸收了这个辩证法的这样一个思维 也反过来也说 马克思的这个辩证思维啊 是一种有机整体观 有机整体观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呢 是它的社会条件 社会条件 就是说它包含了一个对现代社会的研究 这一个是不是说仅仅研究自然科学 就能建立辩证思维的 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思维里面 包括对人们的工业和商业的活动 包括对阶级斗争 人们的生产方式的变化 人们的政治斗争 人们的宗教的 艺术的 人理的 哲学的 等意识形态的斗争 通过对这样一个研究 所以才能看到人类历史的联系 以及它的有规律的发展 有规律的发展 那么这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或者说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所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我们说恩格斯强调 它依靠辩证思维 它依靠辩证思维 但是这个辩证思维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特点 就是我们讲的辩证思维 有这三个特点 一个呢 它在哲学思维上 吸收了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 理性辩证法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还有它现代自然科学基础 第三个是对人类社会 进行了一个深刻 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 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正是由于这三个特点 构成了马斯和恩格斯的 新维吾主义的思维方式 它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的内容 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所以人类历史就被揭 它的规律就被揭示出来了 人类就实际上呢 就创立了这样一个历史维吾主义 历史维吾主义 正是因为对这个辩证思维的 这样一个特点 对他们自己思维方式 特点的一个考察 那么恩格斯就得出了 这样一个结论 就说他和马克思创立的 新维吾主义 是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 产生的 唯一的真正接触果实来的派别 这就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